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在这本一周赚进300万的这本网路行销的书籍里面 你会发现一些很神奇的事情 它虽然讲的都是网路行销的技巧还有心法 但是你翻开第263页 第263页这边有讲到一个智囊团的概念 这个智囊团的概念呢 它是在1937年的时候 拿破仑希尔就在他的著作思考致富这本书里面 思考致富这本书非常的有名 它提出了一个智囊团的理念 那这个观念力量非常的强大 事实上呢 如果他说这个作者Jeff Walker这本书的作者 他说如果我不是在创业之初 积极的参与几个智囊团的话 他应该不会有今天这一些成就 那智囊团的运作原理非常的简单 就是说你跟一群志同道合的企业家做合作 然后彼此互相扶持 去促使你们的事业茁壮 那这种团体他不是社交团体 他不是社交团体 不过呢 你们之间会经常有联络 他这种情形其实就是身为这个团体的副产品 智囊团说的其实就是分享 劳力激荡 还有彼此为对方负责任 然后他这边写到 第265页的地方 他有讲说最好的智囊团具有很强的时代精神 也具有几乎可以摸得到的社群意识 整个团体具有强而有力的认同感 也就是说大家都有我们全都属于这里的这种感觉 然后在第3号也写到说 优秀的智囊团会有非常乐于付出的优秀人才 他们在为自己的收取价值之前 先把重点放在为别人创造价值上 这是智囊团的基本精神 每一个参加的人都把重点放在帮助其他会员 帮助其他会员上面 他们知道自己在这种过程之中 自然就会收到回报 所以他虽然是网络行销的一个作者 可是他讲到这个智囊团的概念 刚好就是B&I的创办人 Ivan Masner在30年前创造B&I的理念 其实是一样的 那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蛮惊讶的 因为我从认识B&I这个商聚人的组织 这种商务聚会的组织 已经大概有将近5年的时间了 然后我目前是在桃园地区的永恩分会 B&I的永恩分会 目前我们是除了台北市之外 最大的永恩分会 然后今年也有可能打破全世界纪录 创造100人以上的白金分会 那这个概念刚好跟网络行销这个作者 非常非常吻合 所以让我感到很惊讶 所以网络行销跟实体的聚会 如果可以虚实整合的话 其实在将来你的生意上 会有非常大的爆发 那如果你还没有这本书的人 赶快去买来看 真的非常非常有价值 那今天就跟您分享到这边 那往后呢 网络行销八点档呢 每天晚上都会跟您分享一段 网络行销的相关知识 那也会把这一本书的观念和心法呢 带进来 让大家对网络行销更有概念 以前有大量发送热射件 今天就会把这一本书的人 有什么样的观念和心法呢 我看来有什么样的观念和心法呢 那你已经不在乎 都会跟您分享到这一本书的人 所以我跟您分享到这本书的人 在乎一个小时之间 这两本书的人 这本书的人 能不能再发现 你不在乎